一个暗影战斧 一个弃血之刃 一个电墙 一个无尽战刃 最后再来一个破晓 光有这些还不够 明文方面 我们还要搭配 三个无双 七个火源 十个夺萃 十个鹰野 召唤时技能 我们就选择传统的闪现 这一套下来 我们李源芳的攻击力 已经达到了750 暴击几率更是达到了57.6 同时最恐怖的是 攻速达到了143% 还带有41%的吸血效果 可谓是暴击 吸血 攻速 攻击力 我们全有了 而且这套装备 除了错小以外 对于射手来说 都比较便宜 发育起来 那也是很快的 数据看起来很强 接下来我们实战试试 我们拿下第一滴血之后 后来辅助又来下路帮忙 我们得到了稳健的发育 特别这一波 我方的辅助 只身进入了敌方的塔内 为我创造了良好的输出环境 从而换掉了对面的射手 不过前期我们的名文 也占了一大部分的功劳 因为带有吸血 所以在面对张飞这种肉坛之时 你会发现他根本就打不掉我们的血 面对我们单挑的话 他只能逃跑 这也是前期一个大优点 到达中期以后 我们的暗影战俘已经出来了 由于物理穿透的加成 使我们面对刺客时 几下普通攻击一个爆炸 就能把它变成175金币 回头我们又看见残血的敌人结 大招二技能突进上去 送他回家 满血的江子牙 我们只需要一技能四下普通攻击 就能把它变成175金币 时间来到六分钟 我又一次来到了下路 一技能甩到小兵的身上 我们只能选择和加罗对A 后来张飞又一次的赶来 一个二技能给他套了一个护盾 我则是瞬间释放大招把他拿下 回头又一个一技能套在了张飞的身上 爆炸的伤害 使他直接变成了半血 后退普通攻击又一次送他回家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各位观众老爷点个赞 最好是强烈点赞的那种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中路 二技能靠近敌方的悬侧 一技能两个普通攻击 把它变成了200金币 回头竟然发现米越在打红buff 我们还是老一套一技能先套上 普通攻击爆炸 这伤害战时都承受不了了 回头又见我们的加罗 一技能继续给他套上 接下来等待技能爆炸 我们努力攻击张飞就对了 张飞又一次吼出了他的大招 我也用大招给他减减速 二技能躲避 继续向前攻击他 可是加罗的人头迟迟没有到 应该是被他的二技能躲除了 接着江子牙又一次露了头 我们超远距离给他套上一技能 一爆炸无人能打 中期看来这套出招和名文 可以说是极大成的提高了 我们一技能的伤害 对面除了张飞 没有什么是我们一技能 加上两发普通攻击 解决不了的人 就像这个选策 我们给他套上一技能 接下来砰的一声 他也只能坐上飞机 来到中后期 我们来到了对面的野区 碰见了一个野生的米越 我迅速一个大招撂了上去 并且给他套上了一技能 他就直接领了盒饭 回头加罗 我们两发普通攻击 没有一技能 我们直接普通攻击 也要把他送回家 后面我们又给张飞 套上了一技能 他瞬间就没了半关血 接下来普通攻击送他回家 我们二技能继续翻墙 给江子牙套一技能 砰的一声 江子牙也领了盒饭 接着我们二技能 跑出敌方的高地 逃脱 后期我们自己一个人 独自来到对面的中路 看见了张飞就给他一技能套上 旁边的江子牙 等我们解决掉张飞 再两发普通攻击送他回家 后来米越终于又一次的赶了过来 一技能套上 砰的一声三连决胜 选策过来普通攻击大招 加罗还在后面跟着 我们两发普通攻击解决 此时我们已经五连决士 丁线一会儿也要赶到 这局比赛可谓是大局一定 后期这套出装和名文 总结一下也就几点 伤害是真的很高 攻速快到套上一技能 能够在一秒多中 打满四发普通攻击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好了 这局比赛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们下期再见